对因为这个月然后就是没有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简单就说一下 我现在在喜欢用的是什么东西要办 对 就是超可爱 就一个就是我们家Chucky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家Lumi 然后这两个东西是从日本订的 就很可爱就准备放在车上 好多人都说我的车上就像租来的车 是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就买两个这个 然后放在车上面 我们家的两只狗狗 我先从最大的看一下 然后先说就说这两个 然后这两个是我最近 然后在用的就是头发的这些东西 因为你看就是我一般我都会卷 反正头发是这种卷着的状态 然后所以我就会去喷这个 一个是我新买的 是L'Oreal他们家的一个studio line 里面的定型指数是 Extra Strong四星的 但是我不会喷很多 我就是圆圆的 然后就喷在头发的大吻 然后让它定型定住自然一点就好了 然后这一支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它喷出来的就很散 它足够让我的卷的程度 然后就一直保持在这个样子 然后再有说就是这个Dry Shampoo 对这个Dry Shampoo就是你肯定看到 就是我真的是一直在用味 因为连盖都找不着了 我是那种就是用完冬季以后 然后会很容易就忘了盖盖的那种人 然后所以这个盖我就找不着了 然后这个味道是我目前为止 然后在Mate Boutique他们家里面 我觉得对这个是Tropical这个味道的 我觉得是最好闻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我还会一直再继续买 所以在加拿大的Winners里面 卖到的是最便宜的才699 卸眼妆的话 我还是用蓝蔻的那个眼唇卸妆水 卸面部其他的话 我现在在用的是 Chanel这一个lighting makeup remover 然后我知道就平体有点脏 我确实一直真的是在用 它是这种透明凝胶的感觉 就是让我觉得整个人都很舒服 然后真的是让我觉得皮肤有变敏感 它没有让我变白 但是它有让我皮肤变明亮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挺推荐买的 好像五六十块钱加币吧 差不多这个样 因为我没有买过Chanel他们家的 卸妆护肤的东西 然后但是这一次尝试了以后 真的就是嗯 真的确实是很好用 这个我应该以后也会再回购 这个是上次我有朋友 他们去泰国玩的时候 然后给我带回来的洗面奶 洗脸超级干净 我用完这个以后 然后卸完脸上的妆 然后我就拿它 加上我的Clear Sonic他们家的这个洗脸刷 超级好用 然后把脸就卸得是特别特别干净 然后我一共就囤了两只 然后这是我现在的第二只 我不知道没有它以后我该怎么办 再说这个洗脸刷嘛 这个洗脸刷是上一次四月份 然后Sephora他们家Vib Sale的时候 然后我买的 我现在用的这个头 还是原装的这个头 我也有买那个羊毛的头 等用完的时候 然后我再去换那个羊毛的头 它就是很多档 然后就是绝对够用的那种 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用的吧 但是对于价钱来说的话 我觉得好像比我之前用的那个 Pro Blink那款 稍微会贵一些 然后但是我觉得起到的功效 其实是差不多的 OK 然后再说呢 就是说这个喷雾 抱歉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怎么足 以前他们家好像护手霜很有名 我用过那个薰衣草的 然后也用过玫瑰的那个护手霜 我觉得都挺好用的 这个喷头喷出来的喷雾 就是属于那种很细 它真的让我觉得就是很舒服 而且它的味道 就这个味道让我乍一门 不是那种很好闻的感觉 就是Kiehl's的那款羊甘菊水 它就是那个味道 超级舒服 哎呦我喷头边了 其实你看着好像会力度很强 然后但它喷出来是那种 很雾感的那种mass 就我现在化着妆 然后我喷它 然后也是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味道是属于那种 很提神的感觉 然后我挺推荐的 而且很便宜才十多块钱啊 然后再说呢 就是说这个 大家都知道 就Georgia Marni他们家 那个Sick Foundation 我终于买了 因为我终于把我之前用的那个 给用完了 然后所以我就买了这一瓶 然后但是我的色号买错了 我买的是四号 我当时在柜台那边的时候 我试我觉得四号是OK的 然后然后我日常再出气 然后再用好 就真的是四号 对于我来说太白了 就很雾面的感觉 然后它的遮瑕力 也绝对是够的 如果我没有说来 大姨妈长痘痘的话 我用它涂全量 然后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但是我是干体 我不泛油 所以我用它就是一整天 霧面的效果 绝对是OK的 但是我还是用它之后 然后会再去用定妆粉 然后就是定下妆 一整天都绝对不会翻油 因为这一次 我没有什么 我的化妆品很stable 我觉得好用 然后我就会一直用 现在一直在用的眼影盘 是这个 Costal Sense 他们家的这一个 26色的眼影盘 它很大 然后它这一个系列的颜色 然后让我觉得是很秋冬 然后有一些颜色 也都是很春夏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些粉色呀 然后还有一些大地色 它这一个盘里面 有shimmer的颜色的 只有很少数的几个 然后大部分全部都就是 雾面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盘好像才十多块钱 二十多块钱吧 这一个粉色 然后还有这一个紫色 这两个颜色 是我很经常用的 用盘 然后对于这个价钱 然后也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我现在不会在化妆品上 然后再去花那么多钱 然后还是再去追新款什么的 我都没有了 就是这一个盘 然后今年就是绝对就是够了 所以我没有想说 再去入什么其他的盘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我把我日常 最常用的那几个blush 然后还有bronzer那些 然后都拆盒子 然后撞到这个盘子里面 这个是在MAC就买的那种空盘 但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然后就没有太多经验 所以我拆坏了一些粉 这一块全都被我拆坏了 虽然我已经也黑到铁盘了 然后但是其实没有这么一大块 但这一大块 然后就被我弄掉了 然后这都是我就是很日常会 很经常用的 所以我把它就装在这里面 我觉得就超级方便 再有说这几样 是我最近每天都会用的东西 然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Origins他们家的这个 那种Ginseng Mask 然后它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冻装的Mask 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 都会拿它最简单的 然后上一个面膜 然后等10到15分钟 然后把它洗下去 因为有时候我晚上可能才 一两点的时候 然后才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还会觉得 皮肤会感觉 就是那种没有睡够的状态 然后我就会拿它 然后就是敷一下脸 用它敷完脸以后 整张脸都会觉得 会有醒敷的效果 然后你再上妆什么 都会就是定妆很好 所以我就是很推荐这个 我之前有用那个豆腐乳的面膜 然后是日本的那个牌子 就是这一款 然后它保湿效果是挺舒服的 用完那个面膜 有再上妆 然后也都是会觉得没有卡粉 然后定妆效果很好 但是没有像这个一样 就是有醒肤提神的效果 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一支 但是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 你每一次用量都要用很多 因为它是那种属于果冻状的 然后它吸收很快 所以要涂厚一点 然后你才能保持在脸上 停留10到15分的状态 所以这个 我现在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但实际上可能也就才用了一个多月吧 这个是Bobbi Brown他们家的 Repair Moisturizer Cream 里面已经快被我都用光了 基本上都快用光了 然后这个我用了才两个月吧 两个月三个月 然后就把这个都用完了 这个味道也是属于那种就很天然的感觉 没有什么化学相近的怪味 然后是让我觉得就很滋润的 我每天晚上会拿它 然后就是做晚霜 然后它是那种相对属于比较厚的面霜 因为我是大干体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 然后都是要上两层精华 然后再上按摩油 然后再去上这么一个 很厚很厚的一个晚霜 然后还睡觉不然我脸真的就是会觉得很干很干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我相信你买了这一个 你会觉得脸会很滋润 所以这个我也蛮推荐 现在说呢就是说这两个精华吧 我知道这两个精华完全就已经不新鲜了 就是Kiehl's他们家的这个日间和晚间精华 我知道好像很多人都喜欢这个晚间精华 但是我对这个晚间精华是没有任何感觉 就是有它没有它起不到任何作用 然后但是我很喜欢就是他们家白天的这一个 涂上去像没有涂 一点负担都没有 然后吸收特别特别快 有它一整天都会觉得很安心 就皮肤不会觉得干 然后也不会担心妆会有卡冷 或者是什么什么样子的状态 它会让我觉得好像痘痘会淡化的会快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心理作用吗还是怎样 那种我基本上每天用它5D的状态 OK然后呢现在我家的阳光 真的是我已经拉上了方便了 然后但在窗帘颜色太浅了 然后再说呢就是说这个面膜 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纸面膜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纸面膜护在脸上 哪怕是那种什么蚕丝面膜呀 然后还是那种胶状的面膜 我都会觉得会不舒服 然后那15到15分钟 然后就不知道干点什么 就玩手机也都会觉得挺难受的 但是从去年开始 然后我开始对面膜 这种纸面膜开始有改观了 燕窝的吗 是MediHill他们家的 是韩国的 然后我在这边华人超市大粉华买的 超级好用 就没得说 就是超级好用 它的精华就是多到那种 你敷到10到15分钟 然后还能挤出一大堆的那种精华 然后它的精华是那种白白的 很滋润 然后用完里头皮肤会有提亮的效果 因为我是那种脸上这边 然后会长闭口的人 如果我要觉得我脸上这边 然后可能要长闭口的话 我就马上去用它 第二天我就绝对不用担心 我会有闭口产生 所以因为它也不贵 它不像那种其他日本韩国的面膜 10张340块钱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好像就才20多块钱吧 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用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就现在再说一个这个 就是Erno Lezen他们家的这个 Lighting Controlling Lotion 为什么我要放到最后再说呢 是因为这一瓶水真的给我感觉就是 嗯 我不喜欢 但是嗯 我也不讨厌 就是属于在这么一个之间 那我为什么要说它对不对 是因为它能帮我去闭口 但是我知道这个产品 在他们家的介绍和很多review上面 没有说它会起到去闭口 这么一个功效 我就拿它有的时候会去湿肤下巴 然后就是像健康水一样 然后去用它 对它好像也不是那么便宜的产品线 因为有一次就是我脸上这边 然后就眼看着就要起闭口了 然后就因为已经开始冒那种小骨包了 然后我在家里面真的是就是找不到 我想要用的toner 然后但是买了这个又买了很久 然后我就想拿它试着敷一下吧 后来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它让我的皮肤变亮 然后它让我的闭口消失 但是为什么我又不喜欢它呢 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 是哦 就是一种很化学感觉 就是化学药品 很努力想要去做护肤品的那么一个味道 讨厌不喜欢 不喜欢讨厌 那就是 哎你怎么说 我想说什么来着 OK然后再说一个我这个月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Hoodie 对 你们看这是谁穿的 这个图案然后是Snowbee里面的那个主角 那个男主角 就是这个小孩 他穿的 然后我在Wonderland 然后买到了 因为现在那个多多多的Wonderland 它有Snowbee的主题乐园 然后是给小孩玩的 然后我又是特别特别喜欢Snowbee的那么一个人 然后就看这个会儿 就肯定要买呀 你穿一下 你看 我买这个其实是同装 但是我买的是最大号的 所以我就可以 这是那个卡通人物 嗯嗯 我就好喜欢这些 住在多多的小伙伴 你们都知道 就是加拿大的夏天就是那种属于完全是骗人的 加拿大你哪有夏天 你根本就没有夏天好不好 因为加拿大有时候 嗯 夏天早上起来才10度左右 因为前两天多多这边又下雨 每天早上起来就只有12 13度这个样子 然后我又要早起去遛狗 然后所以我就会上身 然后套一个这样的狐狸 然后还有就是再说两个唇膏吧 就这两个唇膏呢 都是Chanel他们家的 然后一个呢是Rouge Leroux 这一系列的145 这个颜色呢就是相对有点深 嗯 涂出来是这个颜色 就是这种 是那种有点粉粉的 然后但它又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女人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我每天都会用的 然后这一只呢 也是Chanel他们家的这个Rouge Hydra Base 然后是这一个系列的100号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老气对吧 但是这个颜色 嗯 它就是我嘴唇的颜色 如果今天就只是上班或者怎样的话 然后我就会涂这个颜色 就是我现在嘴唇上的颜色 你不用照镜子涂的 然后这个颜色会有淡淡的珠光效果 然后它涂在我嘴唇上 就是我嘴唇本身的颜色 希望脸上能有点气色的时候 然后我就涂这个颜色 然后它就一点都不夸张 哪怕我涂到很用力的话 它也就是我嘴唇的颜色 我基本上这两个月 然后全部都是在不停地调戏这两个颜色 这一次的爱用品分享 我也没有办法说是拍得很认真的这种吧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然后拍这种爱用品分享 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然后欢迎给我留言 然后欢迎支持我 然后欢迎去关注我的视频 然后你去按那个 然后这个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吧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然后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我现在带狗狗 然后去狗公园玩一个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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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